很多人都知道《硝烟三上云兰宗》 却很少有人提及《硝烟三回嘉南学院》的故事 《硝烟三回嘉南学院》都是什么实例呢 最后一次竟然是为了抢夺一位斗地强者 其实嘉南学院的秘密远远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看完视频你们就明白 为何嘉南学院千百二老会在进书阁时 说出硝烟的未来不可限量 但《嘉南学院》绝于他手 今天就让我们回顾一下 炎帝硝烟与嘉南学院的爱恨情仇吧 硝烟第一次回到嘉南学院 此次硝烟的目的很明确 为了见到自己的女友萧勋尔 完成自己的学业 顺便找机会夺取嘉南学院的一伙 此时的硝烟还是个大斗师 丝毫不知道 未来的他会与嘉南学院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硝烟第二次回嘉南学院时 实例已经到达二星斗皇 此次回来主要目的 其实是为了治病 硝烟在炼化了嘉南学院的陨落心炎后 便前往了云兰宗复仇 最终硝烟毁灭了云兰宗 建立了炎盟 炎盟联合了加玛帝国皇室 在对付灵国出云帝国时 硝烟不幸被歇碧炎下了毒魔班 此毒是一位斗宗强者 凝结毕生斗气所下 唯有斗尊强者出手才能解毒 听说嘉南学院院长便是斗尊 硝烟便带着小一仙和子炎直接出发 回到了嘉南学院 只是没想到 嘉南学院院长根本没有回来 千百二老虽然是斗宗巅峰境界 但终究不是真正的斗尊 不过硝烟也按照千百二老的指示 前往了坟天炼气塔更深处 抑制毒素蔓延 并找到了第二朵陨落星炎 和陨落星炎上一任主人天火尊者 自此硝烟全副武装 准备前往斗气大陆最繁华的地方中周历练 不过就在硝烟离开岩浆地底之时 硝烟手中的驼舌古地狱却起了反应 这也引起了硝烟的疑惑 硝烟猜测嘉南学院更深处 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可惜硝烟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法再往深处探索 这也为硝烟第三次回嘉南学院埋下伏笔 硝烟第三次回到嘉南学院时 实力已经达到斗圣 并且收复了全大陆唯一的禁连妖火 此时魂族魂殿已经找到了 驼舍古地洞府的位置 这驼舍古地洞府就埋藏在嘉南学院的下方 魂族大军来犯 面对坟天炼气塔门前硝烟的石雕像 魂族大军中一位半圣强者率先出手 想要先毁灭硝烟的石像立威 在魂族半圣的攻击 还没有靠近硝烟的石像时 硝烟真身便撕破空间通道 直接化解了攻击 斗圣硝烟毅力在天空之中 仅仅只用一招便逼退了魂族半圣强者 只见硝烟在天空中大喊 区区半圣 别敢回我之乡 全场沸腾 魂族众多高手 没有一人敢直面硝烟的恐怖 此时的硝烟身怀六种异火 竟连妖火的威力 更是能媲美魂族二把手 虚无吞言大人 所有高手都沉没了 硝烟手中竟连妖火一挥 乳白色火焰 焚尽天下万魔 直到魂族魂天帝出现 魂族高手这才停止了害怕 最终和射骨地洞府现实 原来洞府中 竟然有堪比斗地的食品丹药地品除丹 其内有一丝元气 可以助人突破斗地障壁 最终魂天帝 获得此丹闭关冲击斗地 硝烟为了天下苍生血战魂天帝 最终守护了斗气大陆 斗破苍穹的故事告一段落 可见迦南学院的底蕴有多深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斗破苍穹的朋友们可以 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